歡迎來到逆之奇幻game圖踏上你的旅途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導遊阿逆 在戰神諸神王群裡面有一個古石可以將蜜米爾變成武器 我就會講一下怎樣拿到它 也會跟大家看看其他的古石 開始之前,多謝以及介紹我們的贊助商Panala Panala是一個免費的網絡小說互動平台 作者和讀者可以互相交流 可以在Panala的網站或App上閱讀和留言 促進故事分享和集體創作 現在歐子珍的《滅世連鎖》最終一戰 夢盡荒唐的《王極21》 《封城》的《珍珊智》都有一天免費訂閱 Link 我就放在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看完覺得不錯的話不妨打賞和訂閱 以實際行動支持自己喜歡的作家 首先講一下古石胡島9號計劃 我們拿著蜜米爾的頭髮發射光速5秒 敵人被命中的時候會射上半空沒辦法反擊 收在蜜米爾的時候你都可以做點連擊 完全升級增加攻擊力 亦都很容易擊殺敵人 但是不代表他強勢 因為他有220秒超長的冷卻時間 差不多4分鐘 是稍後要介紹的《多德闊劍》的兩倍 適合用來應付單體高血量的敵人 去找矮人的時候就留意一下 《多德闊劍》是將橫刃投擲出去 而且對比《胡島9號計劃》 你會更早拿到這個古石 你會在進行華納海武主線的時候 就由一個小Boss拿到的 Lv1會投擲1個橫刃射向1個敵人 升級到Lv2可以射2個敵人 Lv3就是射3個敵人 用來應付一班敵人的效果不錯 如果你面前只有2個敵人 這3個橫刃就會自己分配 即是有1個敵人會被2個橫刃打中 如果只有1個敵人 所有橫刃都會攻擊他 雖然對高血量的敵人作用不大 但比起《胡島9號計劃》更適合用來同時應付多個敵人 《安格雅沃爾的劍柄》會以劍放出光芒 斬向敵人3次 攻擊受升波影響的敵人 傷害會進一步提高 所以用之前記得要附加升波狀態 不過面對青鷹怪 升波沒什麼效果 應付Boss光芒更加完全沒有效果 所以只會用來應付一般的敵人 相對上冷卻時間比較短 升級之後冷卻時間會減少 要得到他就要完成支線任務 發雷的禮物 位置是在阿爾夫海姆 在地圖上面的這個位置 完成之後在地圖上面的這兩個位置拿鎖匙 再在地圖上面的這個位置開門 打一個Boss拿材料 加上維生的書頁就可以製作了 接著來敵爾的劍柄 將劍向地下重擊造成電擊波 將敵人電魂5秒 令敵人無法反擊 你可以在米德加爾特的這個位置觸發支線任務 動物本能 得到他的製作材料 加上失落的書頁找矮人製作 不過對大型敵人沒什麼效果 升級之後可以加大影響範圍 這件裝備可以跟黑爾海姆的迷霧配合 它是斧頭的奴因扶紋重攻擊 對範圍裡面的敵人作成傷害和附加傷動狀態 之前都介紹過了 可以經由上角的link去看 簡單來說就是先電魂敵人 再來用傷動令他無法移動 輕鬆解決一班敵人 也可以再接升波戰定身 因應古石的長冷卻時間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冷卻數值高的裝備和符紋 沉重回復之病在用了R3之後 可以縮短古石的冷卻時間 多些用升波戰、徒手、斧頭來擊雲敵人 他會在完成華納海武主線之後解鎖製作的 算是比較早期的裝備 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之後會有更多戰神諸神黃昏的影片 不想錯過的就記得訂閱啦 有什麼問題可以在留言說 走之前記得幫我按個like和share出去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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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